4月18号 A股五件点评 大家好 我是网财金 银行股今天继续的大涨 时隔7个月 户指再次的去冲击年限 目前是冲破了3100点 接下来能不能去站稳 今天五评呢 我们来聊一聊上指数 科障50 中等1000 以及创业白指 同时呢 聊一下我们在昨天收评 以及在今天早评文字里面 所提醒的酿酒跟券商 这两个板块方向 我们先聊户指 户指我们看一下日系线图 能不能去站稳年限 上方这条白色的250日均线 我的答案是短期站不稳 想要去站稳年限 站上这条牛熊分界线 去开启新的征程 未来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甚至说需要更久的时间 才能够去站稳 而在这未来一周 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面 户指甚至还会再次的去回踩 20日均线 去有洗盘 而这个概率其实并不低 我们谈一下具体理由 第一个理由 看一下今天成交量 各位 现在是上午的10点的54分 目前两日成交是5280亿 相比昨天这个时候 并没有出现明显放量 而预计全天成交金额还是在1万亿下方 量能其实并不够 然后再来看主力跟控盘程度 主力控盘度现在是在零轴上方 今天是有增长 但是绝对控盘度只有0.64 这个控盘度是不够的 或者说是比较小的 多方并没有去绝对的占领优势 只是略微占优 所以空方还会有反扑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当下的国际局势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新闻 看一些国际新闻 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明朗 尤其在最近 市场的避险情绪是很强的 这是为什么像避险的板块 银行今天是出现了继续的上涨 连续四连扬 还有像黄金贵金属板块大涨 以及黄金创了过去N年的一个新高 这就说明了资金在这个位置 不愿意去投入这些高波动的风险 较大的股票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光靠银行这样一个全球板块去拉 是不可持续的 而像今天券商跟保险的一个拉升 那么他们是在于近期的超低 近期的大幅下跌一个反弹 带银行去拉不可持续 而因为这种不可持续 大盘也就往上是涨不动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我们通过两个层面 一个日线级别 一个三分钟期谈应对策略 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街日 我们做收屏 做五屏反复提醒 护纸其实就是一个中期的箱体震荡 而箱体的顶部就是这一个年限位置 而在今天早上的找屏文字 我们提醒各位 箱体顶部要去高抛 箱体顶部不要去追 那么今天冲到了年限 应该怎么办 如果是日线级别 左侧其实就应该直接去高抛了 就在这个年限位置 直接去高抛了 这是个应对策略 还有应对策略 我们看一下小周期 小周期看一下15分钟级别 如果各位还想再去拿一拿 还想再去拿一拿 那么你看15分钟级别 15分钟级别震荡指标 如果在超买区域出现了红变率 那么一定要去注意果断离场 就不要再去拿了 接下来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很大 那么从植物成年上来讲 这是一个短线的应对策略 好 这是聊到的护制 然后再聊一下科长50 科长50指数 一句话提醒 我们等尾盘 看是否释放有效的反弹信号 我们看一下当下 现在已经释放了绿变红 但这个有效性高吗 目前观察其实并不高 为什么 第一点 这个红色柱小于这个绿色柱 第二点 今天的成交量没有出现放大 没有出现放大 好 然后今天的股价拉松的力度 不强 不强 第四点 那么距离上方的压力位 这条60均线 20线很近 所以科长50现在它的反弹信号的有效性低 因为量以及反弹动能不是很明朗 除非说到今天尾盘的时候 量能明显放大 创出过去一个月最大量 然后震荡指标 红色柱大约绿色柱 我们才能够再去抓这个反弹 而当前不要去动 不要去等 好 然后再来聊一下中的1000 中的1000 我们在昨天说评去谈到 看下跌通道 看小时周期下跌通道 就这一条通道 现在大家看一下 很明朗 连接这两个点 画一条趋势线 然后平衡下来 形成一条下跌通道 基于这样一个下跌通道 我们找到了这一个支撑位置 而跌到这个支撑位 出现了这样一个通道之内的基础性反弹 那么涨到哪里 涨到通道上轨就是压力 就是压力 而现在距离压力位很近了 而一旦触碰到这种压力位 或者现在已经靠近这种压力位 接下来再往上涨就有点难了 还会有一个波段的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大概的世界 这是中的1000的思路 然后创业版纸 我们同样是看通道 创业版纸 我们看小时级别通道 目前已经是涨到了 这一个通道的上轨位置附近 上不去了 有压力了 而日线级别 我们在昨天也讲过了 日线级别 它昨天的这种反弹信号的有效性不高 昨天说明已经讲过了 然后上方压力位 20均线距离很近 上不去 还会有反复 还需要震荡 还需要震荡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几个指数的分析 然后去聊板块 现在第一个板块是 券商 我们在今天早盘 通过文字提醒各位 我们说圈上板块短期的判断 会往上有拉升 盘中洗牌 然后再往上有拉升 我们只需要坚守周一的最低点就可以了 看一下圈上板块 各位 看一下圈上 圈上今天是低开 高走 目前上涨版的1.6 对吧 这个板块 如期走出了这种超跌之后的反弹行情 超跌之后反弹行情 那么压力位 压力位其实就在二十均线 那么随着昨天跟今天这种反弹上涨 已经靠近了短期的压力位 那么如果单从短期的四路来讲 现在这位置还能去追吗 不可以去追了 上方压力已经很近了 而科学压力位应该怎么办 大家都知道 应该考虑去做一些仓位的减法了 那这边留下酿酒 酿酒我们在昨天说评 我们去讲到了一个方向 酿酒板块 为什么我们喜欢它 为什么我们看好它 因为在昨天周三它没有涨 因为在昨天周三它没有涨 以及因为在周一它是大涨 周一的大涨是因为外资的大幅流入 对吧 而周三没有涨 是因为周三外资没有买 而周三整个市场 昨天整个市场大涨普涨 对吧 而板块在轮动 资金也在流动 很多资金都看到了酿酒 它在昨天的表现 那么在轮动的逻辑之下 今天自然而然就往上涨了 而今天这种上涨 涨到哪里了 涨到这个年限位置 能不能再往上走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位置 它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加一些了 因为我们把这里画一个箱体去看待的话 已经靠近了上方这个箱体的底部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有了一点不确定性 那不确定应该怎么应对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些仓位的一些减拔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酿酒的一个思路 那么更多的一些分析 大家可以去在我主页上面去进行查看 最后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网网网财经 聊打A 再见